你變茶藝夜色 我這邊等你喔 找一間比較沒有人吵的茶藝夜色 好吧跟著你去 路徑隨俗來到這邊喝喝看人生第一杯 好 看過去真的是沒有人排隊的地方 點點看 找到了一家不用排隊的茶藝夜色 轉眼間跑到另外一家 因為剛剛去的那一家 並沒有我們要的底下 所以說轉到底下 那一樣這一家呢 裡面也是沒有排隊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點一邊 這間呢是在坡子街 入口處或是南區優的 做出來的感覺 好舒服的感覺 這是他寫我的肥皂 你可以等到醬好來的時候 醬好不小心 這杯茶藝夜色就讓 醉醬的路徑去點和在裡面休息 醉醬的路徑去點和在裡面休息 自己對鮮奶油製品 會腸胖不舒服 所以說我們直接點一杯 我怕到外地會賣腸肉 你們要在裡面拍他的 他會講那個 他會教你怎麼吃 沒有我要拍你吃啊 不是我吃啊 你點的都是你吃啊 明顯這家的工作人員服務態度 非常地好 比先前去沒有買到那家好很多 你點的是什麼 我可以問嗎 抽與蟹甜的 悠蘭麻醬 說要先喝到三分之一的時候 再把鮮奶油攪拌 這樣 那不是喝熱咖啡的時候會燙嗎 那裡面不是咖啡 它裡面是烏龍茶 是啊 我剛才只有拍你一半的點蛋而已 現在是全部拍蛋 我點的是熱的 是啊 好喝嗎 會不會續杯 我來唱的 我去看看 我不要 因為它上面奶製品 對我來講 一般 這就是傳說中的 五孔不露的 在長沙五孔不露的 茶菸夜色 來到它這間店呢 基本上 在坡子街的門口 坡子街的路口處 前面那個十字路口 這邊就有人加少 不用排隊 這幾天看到的茶菸夜色呢 基本上 他們 點飲料的地方都會排五六個 七八個 算是更長 不過在這邊覺得在這邊 基本上 就喜歡了 好喝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被你發現了我在偷拍你 那上面奶油是鮮奶油嗎 那上面奶油是鮮奶油嗎 就是蛋糕上面那一種 OK 看它吃的 還有脆果 還有脆果 好的 人生第一次接觸到茶菸夜色飲品 就是這樣的做介紹 我是DJ阿周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喔 幫我訂閱以及開啟小鈴鐺 隨時能接收我最新的訊息 好的 我們後會有期